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石口袋 我是魚乾 今天呢 這樣正經為座的 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我在高速公路上出錯誤的故事 就說實在的 這應該是我此生發生過最大的錯誤 我現在真的不敢亂講話 因為如果說什麼 這可能是我特別的最怎樣 或是我從來沒有怎麼樣的話 感覺就是會 在發生一些突破想像的事情 所以我就單純來分享一下這個故事好了 順便讓大家知道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不幸被追撞了 可以怎麼處理 那我這邊還有整理這個時間軸 欸對 大家看到這個手機就會知道我換新手機了 之後也會出一支FITFI的影片給大家看 好 首先就是這個7月8號的時候 我要從台中前往這個哈佛原油會的路上 就是蔡阿嘎他舉辦的這個原油會 然後我們魚乾的魚乾剛剛也有擺攤 我跟你講我很少在要去台北的時候 思考我要不要開車 因為一個人開車其實會很累 很容易想睡覺 但是坐高鐵呢可能單價比較高 但是比較快 可是可是 我那個時候要幫忙帶冷氣 又要幫忙帶燈 就是要帶一些就是露營用品去 因為他們都在戶外很熱 所以我想說我要帶這些東西去的話 我就是要開車 那個時候我就有PO線動說 喔我可能會遲到一下 因為那個時候家裡剛好 就可能貓咪零食有一些嘔吐物之類的 所以就是有拖到時間 那個時候我在聽彈性說愛的Podcast 就是那個單元我超級喜歡就是寫信給我 我每次聽那個我都不會睡著 非常的提神 那他是不是還注意到我的時候 他粗魯的用手前後插入我的 那個時候剛好是在聊手槍歌的故事 那我在國一往下轉圓山交流道的時候出車禍 說實在我覺得我是挺無辜的 因為那一段路就是一直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那我怎麼辦 我當然是就跟著走走停停 走走停 走走停停嘛 但是我前面那台車突然一個超級急殺 就你看到影片他是一個急殺 然後他也很怕被撞 他有一點希望我可以殺得住 那因為車距有夠 所以我有把他殺住 OK 這沒問題 那再來就是我來不及馬上按雙黃燈 我殺住的第一個反應是看後視鏡 喔後面的車其實還蠻遠的 所以我沒有馬上按下雙黃燈 但我沒想到後面的車 就完全的沒有在減速 他就 就撞上了 我有聽到他也許有煞車那麼一小段 因為他後段一直在按喇叭很大聲 他可能也很驚訝說 喔前面的車怎麼突然變那麼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沒有在看路 但是我覺得就是他就是分心了 所以他就是沒有減速 我就覺得 啊好煩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就那個地上的煞車其實超短 就表示他其實前面可能沒有在注意 所以他就這樣直接撞上來了 那如果被追撞呢 立刻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 立刻停車 拉手煞車 打雙黃燈然後下車 先不要熄火 因為有些車熄火之後 你那個行車記錄器就不會動了嘛 我覺得下車的時候 我其實還沒看清楚對方的臉 我就第一個先說 你為什麼沒有減速 對方下車就開始 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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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沒想到下了三個狀態 他們可能是要修冷氣還是幹嘛呢 就是車子是那種水電工的車 我那時候第一個當下 我就說我去報警 我就把手機拿出來然後我要報警 結果呢 我就邊報警了邊走過去問說 你們有沒有三角的那個警示牌 要去放一下 結果他們說 我們車上沒有 怎麼會車上沒有 我就把電話掛了 我說那你們趕快報警 然後我去拿 然後我那個車子的車廂名 就已經整個撞爛了 我還要從那個撞爛的那個縫 把我車廂打開 然後翻出那個三角警示牌 我就拿警示牌往後走 因為我估計這些人應該也不知道 警示牌到底要放多遠 其實你在高速公路上出車禍的話 你的警示牌是要放到100公尺遠的 其實當下沒有感覺它有多遠 但是你在有車流的時候 你要放那個警示牌超級遠 而且因為一直陸續有車子要來 雖然車速都不快 因為剛好是要轉交流道嘛 就是來的車都來勢洶洶 但是如果你不趕快放 他們又會覺得說 喔為什麼出車禍 不趕快放警示牌 所以幾乎都對著我按喇叭 我就一個人往前走 我還以為會有一個人跟著我幹嘛 幫我疏通之類的 結果我走了走了大概一半的時候 三個人還站在原地 可能在報警還是幹嘛的 然後因為風很大 所以我那個警示牌一放下去 就會被吹倒 然後我就往後面大喊說 拿到警示牌 我就走大概100公尺 但是我估計的100公尺 可能跟實際上100公尺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車經過的時候 還一直跟我大吼說 我要再到遠一點 然後我就很委屈 因為那時候太陽又大 你知道那個時候是台北最熱的那幾天 逆向走在公司路上超危險 但是必須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走得很好 不容易放好了 然後他們也幫我拿一個桶子 幫我壓著了 回去我就開始拍照收證 期間喔 他們連跟警察講話都好像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還把手機給我 然後讓我來敘述現場的狀況 我真的覺得很崩潰 因為我已經很生氣了 但是我還必須要冷靜下來處理這件事情 而且因為我一個人 他們三個人 我如果我太情緒化的話 對現場其實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所以那時候趕快跟警察說清楚說 喔我們現在在哪裡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旁邊會有一個小牌子 會寫說你現在是在幾公里處 剛好那個地方非常明顯就是一個交流道 所以很好報位置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報位置的話 你就打開你的Google 看你是在幾號 然後再看旁邊的小牌子 是幾公里處 這樣是最簡單的報位置的方式 然後告訴警察你是在內側還是在外側 然後再來警察到了他就會先丈量現場的狀況 就是看我們可能跟牆壁的距離啊 兩車的距離 然後會要行車記錄器的檔案 那我當時直接就從車上就拔下來給他們了 所以就是這件事情就處理的非常快 如果你的行車記錄器是可以立刻把記憶卡拔下來給警察的話 要趕快拔下來 因為有些容量可能不足以支撐你 一直開一直開一直開 就是如果你真的忘記放大容量的記憶卡的話 有些行車記錄器會很快的蓋過你出事當下的檔案 如果你可以當下立刻把檔案調出來的話是最好的 然後好險那個時候因為泰山分隊就在附近 就是它剛好是一個公路警察局 對方的車因為一直持續在漏油 所以對方的車必須要等拖掉車 然後我的車還可以開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的車還能不能開 但是警察問我你的車還能開嗎 我說被撞後車箱應該還可以 所以那時候我就先開車走了 然後我還忘記下那個要去警察局那個交流道 然後我就錯過了 然後我就還多繞了10分鐘 然後到了警察局的時候他們的車已經拖到了 然後要等坐酒測坐筆錄 不過我真的是完全不想要多看他們的書 我全程是Gate Saving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面無表情的等 然後再來就是要坐酒測嘛 我真的是還把這保存下來 這是我此生第一根吹酒測的管子 我還不知道我留這個幹嘛 就是覺得值得敬業就先留一下吧 也許拍這部影片的時候會用到 然後再來就是做筆錄嘛 其實做筆錄的時候你跟警察講的越詳細越好 他會很簡單的問你說 喔那當時你的車速是多少 我就會說是0 因為我是停止的時候被撞的 再來就是喔當時狀況是怎麼樣的 我就有詳細的敘述說 喔我看後車的時候其實後車距離是夠的 然後他有在我面前播我的行車紀錄器的重播 所以我可以很好的在敘述以便當下發生的經過 前車擊殺後車追撞的這個過程都有拍到 所以就是好險 大家一定要去裝行車紀錄器 最好前後都要有 然後警察會問你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還跟他說我是YouTuber 然後我還要拼給他聽 是蠻可愛的 那總之呢 做完筆錄我就直接開車走了 我一刻都想多留 那筆錄的內容大致就是 你有沒有在用手機啊 那當時的能見度啊 發生之後你們是怎麼處理啊 我就連我他們車上沒有三角警示牌 這些事情都有講出來 然後你有沒有行車紀錄器 然後之類的 再來他就是說 那詳細的罩折就是現場的初步分析 就是要等30天才可以拿 喔我沒有想到要等這麼久 但我也想不到我會有什麼有罩折的狀況啦 那我就還是開到了活動現場 因為我想說我如果開回台中修車 我還要再坐高鐵到台北 那既然我的車還能開 我就ㄍ到 活動結束我再回台中 這個期間我都超痛苦的 因為我的車就這樣變得破破爛爛的 我感覺我的屁股像是裸體你知道嗎 開在我後面的車一定會覺得前面的車好可憐喔 怎麼這樣依不蔽體 那天的心情真的是本來就是幹到不行 但好險因為活動現場有很多粉絲有來找我玩 然後蔡阿剛跟Fred有來找我拍片 然後讓我大發洩了一波還蠻爽的 現在要去找進來 我也要找進來啊 要是我可以找進來 我就找進來了 阿有一個妹子要找... IG上也有很多朋友跟肉乾有來幫我打氣 就覺得喔好像又有力量可以處理這些事情了 好險最終還是有趕到現場 就是覺得很溫暖 在這裡就會謝謝所有支持我的人 突然感謝 在當天深夜的時候我突然感覺我有PTSD 我整個很難過又很生氣到沒辦法入睡 因為你看我才簽不到一年 我前面也被樹枝砸破 我後面又被車子追撞 這這台車真的是命運乖喘你知道嗎 然後我其實這兩天都有活動要處理 所以就整個心情真的是差到不行 但是反正就是好不容易就度過了這兩天 那再來就是7月10號 從台北開到台中的這個過程 我後車廂一直嗶嗶叫 就是因為他一直說我的車廂沒有關好 就一直嗶嗶叫一直叫我蓋好 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把它蓋好 然後你看他的那個 看他有一個倒車嫌疑什麼 全部都歪七扭八了 我也覺得好痛苦 然後又很生氣 基本上就是處於一個超級負能量的狀態 開了兩個小時的車回家 回到車廠呢就是開始蓋那個保險的文件 我跟你講一次寫一定要保 好有開車的人一定要保險 不管對方怎麼樣 自己有保險是最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要等那個保險專員來現場評估狀況 這個過程中呢就是把車子會放在車廠 他們會先修車 因為他們知道你有保險嘛 再加上他們看那個行車記錄器知道你是沒有照折的 他們就會先判定是對方權責 所以就會先幫你修車 再來就是保險專員會來估說 大概要花多少錢 再來就會跟對方索賠 那我那個時候 喔喔已經心情已經沉重到不行了 因為我車要拿去修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斷腳的狀況 因為很多要去的地方都沒辦法開車去 然後就喔很痛苦的走 然後旁邊的針線開始吃壽司 這個時候接到了對方的電話 我本來就是一個超級不喜歡講電話的人 他還給我打電話過來 然後他就問我說 啊你那個車子要怎麼處理啊 我想問一下這樣子 當然是要修車吧什麼什麼 喔我真的是一點都不想要跟對方講 我就直接回他說 因為我有保險 所以後續保險的人會跟你聯絡 就這樣子掛 我真是這塊起司 我本來吃壽司味道就已經很淡了 吃東西食之無味 然後再來7月11號呢 就會收到這個保險的簡訊 理賠的申請的編號是多少 然後這封簡訊呢要再傳給車廠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我們的編號是多少 再來就等到可能7月12號 我就收到業務的照片說 喔你的那個後面的隔熱紙有受傷喔 我就說我妹被撞到的隔熱紙是怎樣 然後我後來想一想 因為我後面有放一個推車比較高 我想說被撞到的時候 他一定是彈起來 或是怎樣撞到我的玻璃 所以我的隔熱紙才有一點受傷 我覺得很煩 因為這個東西 他不在保險的修車範圍內 但是就沒辦法 還是就放在那邊修吧 我就跟他說不然隔熱紙先不要管啦 那個就反正也看不太出來 嘴巴上這樣講 但其實超級care的 然後再來就是在隔天 就是7月13日 然後業務也傳了照片給我說 喔他們車子把它拆開了 裡面都變形了 包含這個行李箱、排氣管、備胎區 什麼什麼的 到底是撞多大力 可以把我的車撞成這樣 我當下其實我沒有特別感覺撞得很用力 我自己感覺是平穩的 就像被推一下 沒有想到這個車子後面撞到那樣 然後再來登登登登 超久的! 等到7月31日 你看我從7月10日修車到7月31日我才拿到車 這個維修的費用他們也有告訴我 大概是16萬 好貴 修車好貴 好險有保險 是不是? 保險真的超級重要 而且如果今天是我遣一台老車的話 我真的是直接就不要了耶 業務那邊人很好是他連那個隔熱紙都幫我修好了 非常的感謝 但是 車子修好了 隔熱紙換好了 看起來煩然一新了 卻有一個我看不下去的東西 一直在我的車上就是我的車牌 車牌是不能換新也沒辦法維修的 喔這算冷知識嘛 那我就先跟大家講 車牌其實是沒有辦法換新的 就是沒有一個官方的手段可以換新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車牌煩然一新的話 你只能去換號 就你只能去重新申請這個號碼 那這個有包含在保險的理配裡面 但是我不想要換號碼 我好不容易把這個號碼記起來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東西是要 要輸入你的停車號碼 包含你的社區啊 要包含你的ETAG啊什麼什麼的 都是要綁你的車牌號碼 我就很不想要換號碼 最終我就只能忍 然後那個東西在燈照下 看起來就是破破爛爛的 我的車牌看起來超級可憐 OK過了30天 7月8號到8月8號碼 我想說那個事故初步分析表應該已經好了 因為30天了嘛 結果警察局說要再等一個禮拜喔 後來才聽說可能要35天左右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以來猜猜看 我到底有沒有罩折呢? 我就乖乖的等了一個禮拜 然後再打電話過去 他說要再等一個禮拜 那總之呢 今天就是那一個禮拜後 所以我明天就要開車去台北 拿這個事故初步分析表 這也是我覺得很幹的一點 就是在哪裡報案 我就要回哪裡拿這個事故初步分析表 因為沒有人受傷沒有人死亡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線上申請 所以你只能自己去到那個地方拿這個表 重點是這個是一個公路警察局 就是要自己開車去拿 然後覺得啊好麻煩 但明天終於可以 為這件事情稍微畫下一個句點 我現在就是要去拿這個東西叫做 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每一次唸這個東西都會唸錯 我們大概已經過了40天有了吧 才來拿 就是他先兩個禮拜打的一直都沒有 然後現在就是要開到這個高速公路旁邊的這個 泰山分隊去領這個 來看看我們的最終的造則如何 好的 我剛剛拿到了這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張長這樣的表 對方的車子的造則是 �得~~~ 叮 為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那我呢 欸 沒有照顱 就是這樣啦 大家都有猜對嗎 應該沒有人會覺得是我的問題吧 就喃 總之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了 這件事情終於畫下一個據點啦 那希望 那希望對方以後開車可以安全一點 然後這一樣 我有跟他們申請 現場的這個 測量的圖跟現場的照片呢 其實是7天之後就可以申請了 因為有些人他保險比較急 所以他可能7天之後就會申請 但是因為當時我拍了超多張照片 所以那個時候保險是用我的照片 這一張紙就是要30天之後才可以拿得到 但嚴格上來說我覺得要等40天 好啦 就是這樣 回去囉 好那總之這就是我出車禍的始末啦 那希望可以對大家有一些幫助 也希望可以娛樂到大家啦 總之我的車牌呢是拿去板金了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好像是在法律上一個 有點小模糊的地方 因為車牌其實是不能圖改的 但是因為我沒有圖改 我只是把它稍微的打好一點 因為原本車場有幫我稍微打平 但是我就又再送去再打得更好一點 所以我的車牌現在看起來是好的了 那整排車那看起來也是舒服的 那我會繼續小心開車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路上保持清醒 注意路況 然後注意安全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按個喜歡 想繼續看起來按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也跟大家說掰掰 我出車禍很可憐